打得刷卡换现金的名号 女直播主张亚萍 竟然是不法吸金高达3.5亿 但你来看他的吸金手法 事实上他是从这个2018年就开始了 他利用这些花言巧语 骗取被害人用刷卡换现金的方式 好 那么他就标榜 一个单位是1.8万元 15天为一期 每个月可以获利10%到20% 当初这个受害者出厂甜头之后 他又会诱惑他们再加码投资 所以短时间内 他就吸金超过了3.5亿 如今警方是查扣他的三栋房产 这个价值来到了五千六百万 同时里头有大量的名牌包跟饰品 这些在拍卖之后 会按照比例还给被害人 那么这起吸金案件 另外还有四名共犯 是被判处二到四年的有期徒刑 而他自己则是被重判了十二年 有期徒刑 豪宅内一地全都是名牌精品包 剪景眼花缭乱 轻点到手软 面对剪景大阵仗搜索 主谋张亚平穿着睡衣紧盯着宝贝名牌包 只不过不论是精品还是豪宅豪车 全都是张亚平诈骗而来的不乏所得 二十六名被害人全部都是拿现金给这个主钱 所有的吸金投资的都是用一个一个投资的话数 那这一次本案是刷卡换现金 屏东地方法院经过两年的审理调查 比对两千八百多笔金流发现 张亚平从二零一八年开始 以花言巧语骗取被害人刷卡换现金 投资一单位新台币一万八千元 十五天为一期 每个月获利十到二十趴 换算年息高达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一百四十六 短时间吸引了将近三十人投钱 张亚平吸金超过三点五亿元 日前法官依照违反银行法等罪嫌 众判张亚平十二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并科罚金两千五百万元 被害人听到一审判决出炉 大声叫好 同时法官也扣押追缴 张亚平百个名牌包 大量精品以及三栋 分别位在屏东东港 高雄鸟搜价值超过五千六百万的豪宅 日后将进行拍卖 而同案的其余四名被告 也被判处两年六个月 到四年十个月的有期徒刑不等 没说追缴的总金额高达一亿多元 未来也将依比例把钱还给所有被害人 华视新闻中梦汉屏东报导 哈喽 我是蒋新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